蓝忘机在保安的帮助下 艰难突破重围 坐上了机场为他准备的车子 往公司赶去 上了车 他掏出手机 开了机 才发现有几十个未接电话 大部分是经纪人打来的 还有就是姐姐蓝运打来的 没有时间回电话 又怕姐姐的担心 他回了个信息 姐 我没事 回公司路上 回头再跟您解释 点了发送后 迅速给经纪人回了电话 那边劈头就是一顿臭骂 已经好久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了 蓝忘机没有反驳 等人骂完后 开口第一计划却是 如何才能不伤害到他 这个他 秦姐愣了好一会儿 才明白过来是谁 蓝忘机 你脑子是进水了吗 这时候你不担心自己 你担心那个早已跟你没关系的人 人家是魏家的小少爷 他老公家里什么背景你知道吗 人家是红三代 哪个不要命的敢碰他一根寒毛 听到这 蓝忘机悬着的心重重落下 可转头 又自嘲地笑了 是啊 这才是他该有的人生 蓝忘机 你连保护他都做不到 谈什么爱 不觉得可笑吗 直到这时 他不得不承认 魏长泽的选择是对的 为儿子挑选一个能护他周全的人 这大概就是最直接的父爱了吧 你还笑 电话那头的人看不见蓝忘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恨铁不成钢又是一顿骂 回公司再说 蓝忘机说完 不等对方再多说一句 直接挂了电话 那边琴姐望着被挂当的电话 气到肝痛 蓝忘机这个人 没架子 不耍大牌 但他 太直接 从不懂拐弯抹角 有话直说 像现在 说挂电话就挂电话 公司其他的艺人 再怎么也会给他这个工作 公司副总几分薄面 可他蓝忘机偏偏没有这个认知 在他的眼里 我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即可 其他虚假的寒暄我不会 就是这么直接 琴姐早已麻木 电话一甩 吼了一句 派人到公司门口接应 让他自己闯进来 不知道又要得罪多少黑粉 那头 挂断电话后的人 打开了媒体APP 越看眉头皱得越近 网上的照片只有一个角度的 就是他从身后抱着魏英的 那个名叫南家俊的人出现后的照片 却一张都没有 所以 红三代的力量已经强大到 连在互联网上露脸的机会都不会有 浅眸闪过疑惑 翻开另一个报道 是国外机场发生的踩踏事件 还有记者采访了受伤的女生 女生生泪俱下 说自己仰慕偶像 只不过是想拍张照片而已 没想到蓝忘机居然会推荡他倒地 导致他脸上 身上 多处被踩伤 而他本人却是不关己转身就走了 说他自己粉错人了 还以为对方是品行端正善良的人 原来是个人渣 评论区一堆水军跟着辱骂 叫嚣着让蓝忘机滚出娱乐圈 国内也就是半个小时前才发生的机场摔相机事件 也迅速在社交媒体大肆报道了起来 方式手段几乎与国外的一致 短短的半个小时内 不仅有娱乐记者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 洋洋洒洒的新闻稿 更是把蓝忘机从入行到现在 耍过的大牌 目中无人的过往悉数列出 这绝不是半个小时就能干成的事 蓝忘机滚眉 浅眸隐隐透出寒光 也许在他还没下飞机时 这篇稿子就已经写好了 那个手持相机的人 就是故意惹怒自己 有人想把他彻底赶出娱乐圈 这次世界闹得太大 连公司公关部都有些束手无策了 是个瞎子都看得出来 有人在搞蓝忘机 可娱乐圈就是这样 资源就这么点 你占了 别人就没了 除了你自己 谁都想你死 明星也是人 也有七情六欲 被爆出恋情最多就是有人脱分 还不至于影响到个人职业生涯 可非闻对象 是未无限 那就是大大的问题 他已婚还怀着孕 而且按照辈分 他是蓝忘机姐姐前妇的儿子 他还得叫蓝忘机一声舅舅 道德 伦理的雷电 他全踩了 现在 有多了推丧之人受伤 还有杂相机事件 哎 琴姐感觉自己头都快炸了 反而当事人 脸上没什么表情 蓝忘机 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你是公众人物 你以前不是挺能忍的吗 怎么这次就 散混了 我没推 这是某人回到公司后 说的第一句话 你没推 那照片如何解释 那是角度问题 他们急过来 我伸手挡了一下 然后那女子应该是自己光顾着手上的相机 没站稳 琴姐相信蓝忘机的说辞 她虽然脾气古怪 但不会说谎 更不会推卸责任 可问题就在于 现在受害者执政了你 而且记者调用了机场的监控 那段录像无法为你作证 连监控的角度都恰好是为受害者的说辞提供证据的一般 所以这也许也是有预谋的 背后这个人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调动这么多人为他服务 可想而知 对方并不好惹 这个事 他只有一个目的 毁了蓝忘机 让他在娱乐圈再也站不起来 办公室整个安静了下来 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毫无头绪 这件事情发生的太快 而且是集中爆发 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 现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辱骂声 这股风浪根本压不下 但凡有为蓝忘机身边的粉丝 有的被骂到退网 有时甚至被人肉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或者是学校 所以 支持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弱 这边焦头烂额 而远在英国的魏英 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他接到了一个岳阳电话 电话那头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让魏英好伴上说不出话来 对于父亲和继母离婚这事 魏英一直是愧疚的 他觉得 这一切都是因他而弃 蓝运若不是为了帮助他 就不会触怒父亲 两人之间的矛盾 不会到离婚收场这个地步 他一直想找机会说声对不起 可蓝运换了手机号码 后来时间久了 他想着蓝运一应该也不想 再听到他们魏家人的声音 所以这个念头就彻底放下了 如今在听见他的声音 魏英还是红了眼 阿县 你可还好 话筒传出的声音 有些忐忑 又透出一丝的慌乱和急迫 让魏英无来由的紧张了一下 蓝运一 我很好 你 那 我也很好 阿县 那个 阿姨有个不情之情 也许说出来失礼 阿姨 什么事呀 魏英的心一下子就悬挂在了半空中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阿县 你求求你吧 放过旺鸡吧 旺鸡去找你 是他的不对 是阿姨的错 阿姨在他出发去巴黎时 多了一嘴 说你在伦敦 伦敦离巴黎不远 可是阿姨不知道你结婚了 若是知道了 蓝运一 您在说什么 蓝战发生什么事了 会因一听对方言无伦次 没说到重点 便知道事情肯定是严重 我说你会有什么事了 我说你会有什么事了